來到這個環節,大家看到Facebook,我們在做什麼呢? 當然要索取禮物,聖誕新年冬至農曆年新曆新年 總之旁邊有基金經理,當然要問他拿一些投資建議 李浩德就是一位香港出名的基金經理,我們節目拍檔 浩德,你好 你好,各位朋友 因為你今年2019年推介的股份,華晨114挺好成績 2019年累計都贏了接近五成,拖賴 要勾索一下你,究竟接下來有什麼李浩德的心水股呢? 要給一些朱姿超的粉絲,給財經台的粉絲 2020年我們都有些心水股 2020年剛好我們的心水股號碼,都是2020年 即是2020年買了2020嗎? 是的,沒錯 2020年就是安搭體育 安搭,為什麼選這隻? 我覺得在2020年,天時、地利、人和都是這樣 天時關什麼事? 體育用品股嘛 2020年,知道發生什麼時候嗎? 有個體壇大事 奧運 沒錯,2020年8月份就是東京的奧運 每逢奧運的年,始終大家做運動的興趣又大 運動、體育用品的消費都會多 所以這個2020年天蛇會 再說一下地利 如果大家有跟著這隻股票就會發現 其實安搭除了有自己的品牌 以及近年做得非常好的品牌 今年2019年收購了一個外國品牌 就是Emma 幫它打進國外市場 化身單一大陸市場的體育品牌 就去到全球了 所以地利今年也是好的 人和呢? 人和就更加重要了 因為去年的管理層做了收購 其實大部分的價值都還未體現出來 2020年整個收購的整合完成了 我相信它的價值就會發映出來 還有天時利利人和目標價 目標價,這個最重要 今年其實這隻股票升幅不少 如果年頭是30多元 一直到年尾12月都值70元 就行了 不過我覺得就還未升完 如果說到股值界 其實到現在都是20多倍 相對於全球的體育物品股 其實不算貴 再回到2020年 我自己個人的主觀願望 有機會去紅底股 紅底股是甚麼意思? 紅底一塊一百元 那一塊上網的空間都還有 就集結他了 李浩德推薦2020年買的 就是2020年安踏體育 多謝你 謝謝